歡迎收看 正常發揮 其實我發現我們要感謝陳柏惟啦 真的 雖然說他真的有夠討人厭 講台語的腔調討人厭 嘴臉討人厭 行為討人厭 跟人家對嗆 別人不討厭 他也特別討厭 可是各位 我們真的要感謝他 因為陳柏惟 因為3Q這件事情 很難得的 起碼讓我看到了 國民黨台面上的這些人 似乎願意團結在一起 因為這是國民黨 請注意 在選舉 你要講分裂也好 你要講廝殺也罷 你要說互相衝康也可以 但起碼是在黨主席選舉之後 這一些台面上的人物 大家有了一個共同的目標 我想這一幕是各位觀眾朋友 期待很久的 這也是我一直強調的 這就是國民黨黨主席選舉完之後 我希望看到的畫面 絕對不是 朱立倫因為當上黨主席 這是他的第一站 所以他很努力的 要去3Q 下台中 周日開獎 找嚴寬恆 但是江啟神覺得 嘿嘿 怎麼樣 我選輸 你選贏 你比較厲害 那你自己去罷 就算我是台中立委 我也不鳥你 或者是張亞中校長 反正我的支持的這麼多 台中的可能也沒幾個 那既然 朱立倫 你選上了 你厲害 你人頭黨員票多 那你自己用你的人頭黨員 你自己去想辦法吧 那是你家的事 起碼不是這種狀況 現在是朱立倫 江啟成 張亞中 包含 顏寬恆 還有趙少康趙先生 現在大家都把力量集中在3Q 這件事情上面 不會有人想藉著3Q失敗 而從中獲得政治利益 因為這些人很清楚 我希望大家也要清楚 3Q這一戰 不是朱立倫的戰爭 也不是江啟成的戰爭 也不是顏寬恆的戰爭 是國民黨的戰爭 是要幹掉民進黨的第一戰 好啦第二戰 第一戰是黨主席選舉 鬧得滿城風雨 但過了就這樣吧 起碼大家團結在一起了 張粉也團結了 張亞中 朱立倫 張啟成 團結了 那我請問 朱粉 張粉 江粉 你們團結了嗎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拉下陳柏惟 公投要過關 2022必須16以上 2024才有機會 拉下民進黨 你們的偶像都看清楚啦 支持朱立倫的朋友 朱立倫很清楚啊 支持張亞中的朋友 張亞中很清楚啊 支持江啟成的朋友 江啟成很清楚啊 我擔心的 他們擔心的 是你們不清楚啊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甚至還有聽到 有些群組裡面 或是臉書的專頁裡面 真的有聲音在講 讓陳柏惟不要過 讓陳柏惟繼續連任 這樣我們就來逼朱立倫下台 把朱立倫逼下台以後 我們再讓張亞中去當黨總席 我跟你講真的有喔 還真的有 還真的有 好 之前是說2022 我們2022不要投票 讓國民黨拿不到這個15加1 不要 讓朱立倫下台 現在大家腦筋更動的更快了 好直接說 讓那個 反正一個立委而已啦 他機器黨一個而已 無所謂啦 讓陳柏惟留在台中 讓朱立倫硬皮指揮 然後換張亞中 換江啟成 然後等到陳柏惟沒過 我們就發動連署 把他逼下台 各位 我知道很多人在外面都有這樣的想法 我甚至知道 有部分的直播主 也在散布這樣的訊息 告訴大家 我們支持XXX 就要保護陳柏惟 這樣XXX 就可以在朱立倫下台之後 當上黨主席 千萬不要這麼蠢啊 我說了 朱立倫 江啟成 張亞中 他很清楚 這三個人非常清楚 現在就是要團結在一起 把民進黨拉下來 才是最重要的任務 你們清楚了嗎 朱立倫 張亞中 江啟成 嚴寬恆 趙少康 這五個人 已經把目標 鎖定好了 把火力集中起來了 就是台中 集合選區 台中海線 一定要把3Q 弄成功 一定要把陳柏惟 拉下來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他們 請你看看他們在做什麼 請你理解他們的想法 什麼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這也是我從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以來 很多朋友對我們有誤解之後 我一直在告訴你的事情 你看吧 不是只有我在說 這些人做給你看 但也不用他做啦 陳柏惟有多糟糕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跟朱立倫對嗆 跟嚴寬恆對嗆 還列六點理由 我幾乎有25人的服務團隊 我一天跑150公里 禮長都說我們都沒事幹了 陳柏惟都搶去做了 請問陳柏惟 這些事情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做的 我只問你這個問題啦 你一當上就這麼做嗎 不是吧 罷免成案之後 你才開始做吧 你是怕被罷免 才去搞這些噱頭吧 聽說不但是激進黨 把他們唯一剩下 只剩一點點的經費 投注到你身上 幫你付助理的薪水啦 幫你解決這個 李明的困難啦 貼補你油錢啦 聽說是這樣 而聽說在台中 我聽說而已 聽說在台中 還有不少民進黨的朋友 也透過各種方式 在支持陳柏惟的開銷 這個事情我想台中 待會我們會請台中 在地的里長 也來跟我們談一談 如果有機會 對我也希望可以在正常發揮 談到3Q這件事情 最好是朱立倫 張啟臣言寬肯都在台中 時間對了 來三個都來連線 我要聽聽這三個人怎麼講 我要讓這三個人 把他們的話 告訴我們的觀眾朋友 告訴他們的支持者 現在該做的是什麼 是故意保護陳柏惟 弄掉朱立倫 還是支持所有人 弄掉陳柏惟 什麼是重要的 什麼是重點 請你搞清楚 請大家目標要一致 講到罷免 你不得不想到的就是 王浩宇跟黃傑 因為一個成功 一個失敗 而我今天也整理了 這兩個人 在被罷免之前 民進黨的態度 很明顯 好像小英主席支持的話 罷免難度就會變高 罷免成功的失敗幾率 就會很高 而民進黨現在的動員 你覺得跟下雨的時候比較像 還是跟霸擊的時候比較像呢 昨天亮哥在這邊已經分析了 小英總統不會這麼快的表態 但我認為他會表態 可能就在國慶選舉 國慶日之後 上次黃傑的事情 他大概是在投票前兩個禮拜 出來講話 差不多10月23號要投票 國慶之後 10月中左右 我想他會有所表態 很精彩啊 這已經不是 嚴寬恆vs陳柏惟啊 也不是朱立倫vs蔡英文啊 是國民黨vs民進黨啊 所以不要搞錯 這個戰爭雙方的主帥是誰 是黨對黨啦各位 好嗎 今天有幾分民調 我們拿出來討論一下 雖然說陳柏惟夠討人厭 網路負面聲量也很高 但3Q真的像台面上看到的 國民黨大頭集結 就這麼穩嗎 就一定成功嗎 恐怕不一定 真正要成功的關鍵 還是在各位手上 打疫苗了嗎 在場的應該都打過 昏恩哥也打了嘛 對 你打BNT嘛對不對 你打BNT有不舒服嗎 你看亮哥 亮哥康康 你是第9類喔 哇 你幹什麼那麼健康第9類 亮哥康康 亮哥康康一聽說 昏恩哥打了 亮哥這樣 手機跳下來 因為我第10類啊 什麼都看不到 這好傲慢的第10類 正常 我們這個年紀第9類才正常 第10類很不正常 你打疫苗了嗎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你打了沒 我是還沒有打啦 但我是絕對不打高端的啦 尤其看到今天陳時中 我說 我說阿中啊 你也不要跟周一厚兩個人演成這樣 還在那邊講說 高端沒人打 政府都沒有挺 你們食藥署裡面是否內鬼 看這樣子叫政府沒有挺 這樣子叫政府沒有挺高端 所以民眾施打意願不高 所以代表食藥署或內服部有內鬼 讓民眾不敢打高端 你在說那邊銷尾啊 這個扣扣問的啦 這是扣扣問的啊 對啊 就是怎麼會有一個做媒體的人 可以把事實扭矩成這樣 這樣還不叫 蔡英文跟賴清德今天都打第二劑了 這樣還不挺高端 這樣還有內鬼 我實在不懂 這個媒體前輩他的邏輯是什麼 可是這就是周一寇的邏輯 我們認識他30年了 我跟他不熟 你就是 你怎麼 他正大學姐 你怎麼還在 正大學姐 對啦 可是佑政你確實也有拿到一些 大家拿不到的資料啊對不對 衛福部內部資料 我沒有啦 我沒有啦 有啦 大腸給你啦 沒有啦沒有啦 大腸 這個讓你來講啦 大腸自己寫臉書了 還被告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各位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對比流出的這些資料 還有政府官員們的作為 我不認為這個內鬼 有造成什麼多大的意思 我說實在話 會打的還是會去打啦 不會打的就不會打啦 蘋果民調要嘛78% 要嘛87% 要嘛93% 都假的嘛 就假的就是騙的嘛 不會因為大腸爆料 拜託 新文台是多少人在看啊 我跟你講沒關係 因為他跑出去玩了 去哪裡玩 他就是去台中去哪邊 他出去玩了 所以就是怎麼樣 主管想咬我啊怎麼樣 所以禮拜三沒來嘛 禮拜三沒來就是因為他出去玩了 多多支持啊 霍恩哥也要支持 然後上次這個上次哥 這我說不出來 因為他是在友台 好啦算了算了 我沒有在電視上 上次哥代表主持也要支持 亮哥也要支持 好不好最重要的是 支持正常發揮 支持中天新聞 支持王佑正 支持國民黨 現在要做的事情 好不好 拜託各位 搞清楚目標是什麼 來介紹來賓 其實都介紹過了 來上次哥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還有這個 霍恩哥 大家平安 也有禮拜四精彩 因為還有亮哥 大家平安 亮哥昨天講過 以前135現在變345了 變345了 所以會跟霍恩哥打到一天 應該是34567吧 沒有 他如果可以的話 我禮拜一要上課 他禮拜一要上課 我知道有人不喜歡他 我也知道有人支持他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歡他 我也知道不少人支持他 但這三個人 在黨主席選舉的時候 確實 傷了很多觀眾朋友的心 讓你覺得國民黨 沒救啊 那我就不要 國民黨沒救 跟你不看正常發揮什麼屁關係啊 我又不是發國民黨講話 我又不是國民黨的黨媒 為什麼你 對國民黨失望 然後要 跑掉呢 我就不知道 好不好 不管如何 我看到這一幕 我很開心 因為 這三個人 現在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再加上趙少康 再加上 嚴寬恆 來啦 我們今天這張圖做得很好 看到沒有 直接在這邊 兩個字送你 罷免 就是把它罷掉 所以我說了 這是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之後 讓很多支持者傷透了心之後 團結第一戰 你覺得重不重要 你覺得你要不要回來 支持一下 你支持的這些政治明星 他們目前共同的理念 叫做 聯手3Q 當然要啊 各位 國民黨開記者會說 這個立委叫做 騙神明 又騙人民 不得了 不把他罷掉 以後變蘇貞昌No.2 蘇貞昌典型的騙神明 騙人民 他現在只是個立委啊 是個議員都沒選上 不小心摸到一個立委的立委啊 才當了一年 就會騙神明又騙人民 你讓他再當下去 那還得了 所以我很好奇 現在對民進黨來說 包含黨中央 包含很多的立委 甚至我跟各位講 私底下在台中 其實跟 激進黨都 手腳在 台面上勾來勾去啦 你沒有資源 我給你啦 你沒有人 我給你啦 據說還成立了什麼 政黨合作平台啦 其實地方都已經 手來腳來了 暗渡陳昌了啦 那黨中央 其實也講話了 只差一個人 叫做 蔡總統 我滿好奇的 黃傑 我講難聽一點 還沒有3Q這麼討厭啊 王浩宇 也沒有陳柏惟這麼討厭啊 黃傑 蔡英文你挺了 3Q你真的要挺嗎 我很好奇 我們拭目以待 今天可以好好的推敲一下 好不好 來 接下來送你兩句話 這兩句話 是今天陳時中的經典名言啊 繼立法院幹話連篇之後 在這邊又是金句連發 第一句話叫做 好東西 經得起考驗 我差點以為你要說好東西 要分享給好朋友 還好我跟你不是好朋友 不然我就要跟你分享高端了 好東西 經得起考驗 還有第二句話叫做 我老婆小孩都打高端 這兩句話說明了陳時中 還在推高端 不為什麼啦 因為高端還有將近一百萬劑 現在沒人要了 今天蔡英文 賴清德打高端 今天陳時中很巧的 不接機 不甩BNT 跑去上廣播節目 推高端 然後下午的記者會 再告訴你 高端現在很方便 也不用預約了 因為沒人跟你搶 喜歡的話 去你家診所問一下 請問有高端嗎 有是不是 來來來來 坐下來就打了 滿28天 隨時都可以去打第二劑 這個叫做騙打啦 騙你去打高端啦 不要再跟我講說什麼好東西 經得起考驗 什麼國際有可能如何如何 我告訴各位 最簡單 美國日本真的會像陳時中說的 也許經過外交溝通斡旋 有可能承認高專嗎 你知道打BNT 打AZ打莫德納的 全世界有幾個國家嗎 打BNT的一百八十幾個 打AZ的一百四十幾個 打這個莫德納的六七十個國家 打高端的只有台灣一個啦 還只有七十幾萬人啊 美國 日本 英國 因為你這七十幾萬人 開放高端 你怎麼吃比較壞呢 你覺得有可能嗎 這個黨你不想把它弄掉嗎 想是不是可以 請效仿你的偶像 你支持的這些 國民黨的政治明星 人家也放下了選舉的恩恩怨怨 團結在一起了 你還要堅持 不開心 不高興 3Q不要成功 朱立倫下台 某某某就可以當黨主席 這種奇怪的思想嗎 3Q第一站 團結第一站 來這個混哥 又正因為9月25號 就是上個禮拜六才剛做黨主席的這個 改選的投票 今天9月30號也才五天 這個五天之內能夠 大家就畫柑哥為玉博 團結在一起 才怪 五天就看你 你不要一直講實話 我們就要營造一個團結的氛圍 我覺得這個我是不相信 因為我是佑政給我的啟發 我沒有再配合演出的 對啦當然不要 我當然知道你要戴的主旋律是什麼 他問題是 如果你講的對 我當然我不會故意跟你扯 你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幹嘛跟著 應該這樣說 我請教混文哥好了 你覺得他們心中 不管自己 也許霸交3Q有什麼好處怎麼樣 但他們心中 會就這幾個啦 朱 張 江 會有人希望 真的希望3Q不要顧嗎 然後我就有好處嗎 應該這樣問比較準 對這幾位 比如說張校長或是江啟成而言 3Q的成敗與否 已經跟他們兩個無關了 他們也不會從中得利的 這點我同意你 那他也不會去當這個豬隊友 或在旁邊人眼旁觀也不至於 我們看這個9月25號的投票 9月26號第二天江啟成就去掃街了 這個是 沒有他不是卸票 他就是幫嚴寬恆 這是嚴寬恆嗎 這個是江主席 鄭兆欣也去了 鄭兆欣是江啟成的左右手 人家第二天就去了 那江啟成輸 可是他跟嚴寬恆 之前嚴寬恆 彪哥也都很挺他 這個人吃人一口 害人一刀 這個江啟成的風度非常好 那我們看另外一個排列組合是 這個朱主席跟張校長 這個是張亞中公開講的 他要求朱立倫 在黨內開會說 他確認我的主張是不是紅桶 他爆料啦 對他爆料 算是他爆料的 不是爆料 他爆料的是下一句 這個在黃瑋翰專訪的時候 這個朱立倫問張亞中說 你不會想選高雄吧 你怎麼去問他這種事情呢 這個是張亞中公開講的 在記者聯訪的時候公開講說 我有要求朱主席 你黨內開會之後 你要確認我是不是紅桶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朱立倫 你還沒有給大家一個交代啊 這個是史上最低得票率的黨主席 然後做史上最高調的各縣市巡迴的卸票 我不曉得朱立倫他要證明什麼 就跑去跟各縣市長 縣市議會的政副議長議員那邊 大家拍照啦 各黨部的主委啦 然後大家握手什麼的 這個跟剛剛佑正講的去3Q 當然朱立倫他很快就會 下禮拜他就會接 然後他也要下去台中 他說禮拜天就下去了 對對對 他就也要實際去3Q 但是我要說明的是說 不是這個目標有沒有一致 但是我認為是沒有 那這個傷痕要怎麼彌補 是朱主席你要去彌補的 責任在朱立倫 不是王宥正啦 你也好 破壞團結又不是王宥正 我跟你講王宥正 他某個程度而言 他也是配合演出 可是他沒拿到好處啊 他是傷痕累累啊 而且我是必須啦 不是某個程度而言你是被害人啊 某個程度而言 怎麼會是變成帳算在你頭上 我也看不太懂啊 對 這個傷痕是誰造成 是朱立倫造成 因為他很想贏 他非贏不可 所以我不得不說 他下手下得很重啊 所以江啟臣 你說江啟臣 當台面上風度很好 大家抱在一起 你說江啟臣完全釋懷嗎 我不相信 但表面上的風度要有 你說他完全 大家雲丹風輕 然後大家 因為那個違逆人性嘛 那你說張校長他要的是一個 你給我一個公道嘛 我輸了啊 我說你是黨主席的啊 可是張亞中覺得我贏啊 對不對 他覺得我民調本來沒有人看好我 我的這個選情 他本來沒有人誰理他 結果他差一點當選啊 他選起的這個張柳 他還被朱選人罵說 邀風 邀什麼風 人家有32%邀什麼風 這樣說我不認同 我覺得朱選人這莫名叫 不能這樣講張校長 又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就是說 如果依照趙先生之前 推的這個美式初選 就是共和黨民主黨 他們這個初選的方法 或者是國民黨總統初選的全民調 不管你是用美式初選 或者是全民調 我跟你講當選的人是張亞中 可是你就不是嘛 你就是黨員投票 開出來就是朱立倫贏啊 你如果敢用美式初選 敢用全民調的話 其實很多人支持張校長 包括我在內 可是我沒有票可以投啊 我回來講這個陳柏惟的 他是一樣的 很多人想拉下陳柏惟 我也想拉下他 問題是我沒有票啊 對啊 你那個票 你一定要中二選區的朋友 你那一天你願意站出來投 陳柏惟才會下台 所以又正他有兩個關鍵 第一個是 你當地的選民 他的必要性什麼 這個跟罷免 你說要分析那個 王浩宇跟黃捷是不一樣 這個是要補選的喔 這個是不一樣 這個是只有一個立委 而且他的任期沒有過半 任期一年以上就得補選 所以他是得補選的 所以你要如何把 中二第二選區的選民 我一定要去投 我沒去投不行 這是第一個關鍵 第二個關鍵 你這個主角是 不是言寬感 主角是陳柏惟 你要供他必救的 供其不備 你看他去質詢這個 國防部長吐齊了 他第二天馬上就道歉了 然後發現他扣分了嘛 他本來想作秀的結果吐齊了 那怎麼辦呢 趕快做骨子 趕快打電話給邱國正說 跟部長溝通一下 那至少他把這個危機處理 把這個傷害降到最低嘛 那什麼是陳柏惟 他一定得救的 你那天連續連續就謝龍介 謝龍介說他要下去嘛 叫謝龍介去拚 不然就拚 顏寬恨也可以啊 趙先生如果願意出馬 我也很樂觀其成 你說是補選這個位置嗎 不是 我是說在這個投票之前 趙先生也好 謝龍介也好 顏寬恨親自上陣也好 誰都好 你們國民黨的戰將 你就直接跟陳柏惟說 我跟你辯論 我們就來講台灣人 因為陳柏惟他就是玩這個 意識形態他在當選 他根本不是那個選區的人 他是空降落的 你看他本來在哪裡選議員 他在高雄選議員 三民庫嘛 三民庫選六選頭嘛 他拿萬幾票而已 結果去記念 有辦法贏這個顏寬恨 我們大家都跌破眼鏡啊 所以說你要把那個選民 有那個投票 所以王浩宇很怕他被罷免 因為他就回去選三民庫 因為王浩宇也想去 對啊 三民庫啊 你說到王浩宇 我實在是 這個有道理 這個有道理 他是想要站在 因為那區是 可以說高雄相對比較綠的 對啦 王浩宇近前我在友台遇到他 因為我想說與人為善嘛 他那時候是人在台東 然後我是 我當羅東朋友一場 我說你怎麼會在台東 他說慧恩哥我人在台東 我戶籍也在台東 就退出江湖了 因為那時候本 那在之前 就前一陣子 那時候因為有人 優正我們討論過嘛 他本來要選內湖南港嘛 士林北投嘛 結果他說沒有沒有 那時候還說跟這個雞排 沒有放在一起嘛 對不對 然後他跟我說 慧恩哥沒這個事 我人在台東 我的戶籍也在台東 優正我那時候想說 那可能就是看破紅塵啊 結果沒多久看 你看你也被他騙了 然後還拿韓國瑜出來消費 尤其他剪那個影片 人家就變成韓國瑜 在幫他助選 對 這樣就不用說了 我本來想說還幫你這個 結果這樣免 王浩宇 就顯然說他被罷免之後 他還想要插槍 你還想要插槍 那你自己選擇 那就沒辦法 我看到這個網友很多意見 還有像這個 有一個這個 王定宇愛租房 這個名字取得好 王浩宇愛秤函 王定宇愛租房 他說這個 他可能覺得 霍文哥有一點點 沒有再促進團結 好不好 然後看看 說霍文哥到底有多恨出利潤 團結不是我的責任 我根本不是黨員 我看還有誰 看看還有什麼 團結才有力量 對啦好不好 團結才有力量 然後說這個 說霍文哥不要聯繫 有毛病的人 對好不好 這個霍文哥講的 這個我同意 我認為朱主席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真的好好的 跟 我覺得不要說 跟江啟臣交代 或是跟張亞中交代 是跟他們的支持者交代 我覺得這個是你要做的事情 其實之前我就講過了 之前我這個黨主席選舉完 我就有做過電視牆了 朱立倫現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江主席 江啟臣的支持者相對理性 但張校長的支持者 是很激動的 所以你要 許曉青也講過 你要怎麼去跟 張粉高興 你要怎麼讓他們 願意支持你 其實是朱立倫現在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認同霍文哥講的 你要跟朱立倫交代 不是 朱立倫不用跟朱立倫交代 你要跟江啟臣交代 你不要這樣 還有卓縣長 人家也是我看 都不提人家 我提一下 你要跟江啟臣交代 要跟張亞中交代 要跟卓柏縣交代 這個交代 絕對不是 強暴 強牽 強拉 強穩 強恩所難 強迫中獎 這霍文哥有給你看過照片 不是這一種 不是這一種 那 要怎麼做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 我必須要說 我相信在他們的心中 不會有人希望 朱立倫要是罷免3Q沒有過 下一個黨主席 就是我了 我是覺得他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反而覺得 或許 藉著3Q這件事情 能把大家重新團結起來 我可能想像 我可能想得比較 這個 相怨一點 我沒有像霍文哥這麼的 這個直白 但是 我覺得目標一致還是很重要 我講難聽一點 蘇貞昌 蔡英文 賴清德 一個一個在比誰討厭誰的 人家還是一個副總統一個總統 一起打高端 換格魁 我不要換他 他很棒 人家還是可以這樣演啊 人家還是做得出來啊 不是嗎 政治沒有一定永遠的團結啦 但是你該演的 該做的 我們不用配合演出啦 麻煩你們三位配合演出一下 下面的這些 你們的支持者 是國民黨都不能少的力量 麻煩演一下好不好 我跟你講不可能啦 馬英九跟朱立倫感情好不好 你自己也知道啦 馬英九跟連勝文感情好不好 你也知道啦 朱立倫跟韓國瑜感情好不好 你也知道啦 可是問題是 人家不會打給你看啊 人家總是 好來好去 你打電話來 我回你電話 這是政治的藝術啦 我們檯面上 要如何表現是一門藝術 檯面下要怎樣跟支持者溝通 也是一門藝術 麻煩朱主席 差不多了啦 我認同文人哥說的 你該做的事情都還沒有做 跟這些人對話 跟他們的支持者對話 否則你這個主席 你也做 你也會做得如坐針針 也是不舒服啦 好不好 好來我們要看下一張 來 中二 中二不是那個中二 中二選區 台中第二選區 現在包含我說了 張啟成 張亞中 趙超康 朱立倫 顏寬恆 大家都把火力 集中在這個選區 不管真假啦 起碼我看的是爽的啦 我相信這樣觀眾朋友看了 也覺得說送啦 那我們回來看正常發揮好了 我只是為我的流量 其他我也沒在乎那麼多啦 好不好 來張啟成 回歸台中拼3Q 民進黨如果挺陳柏惟 就是挺萊豬進口 我再幫你加一句話 就是挺 不進國 不進國際疫苗 就是挺高端 不讓人民打疫苗 好支持 立委 可以講張話 爆出口 趙軒 號召 戰鬥欄出擊 戰鬥欄 從現在起到罷免日 每日回顧一個3Q理由 罷免這個 讓地方抬不起頭的 阿Q立委 好張啟宗 他不會直接參加 3Q活動 但是 啟聖哥 這個何啟聖 啟聖哥有說了 如果3Q成功了 罷掉韓國維是最重要的 那罷掉之後 張啟宗會投入四項公投 還要號召青年入黨 他是這樣說啦 他是這樣說啦 再來 朱立倫 說陳柏惟違違反民意 不顧名稱 是台中海線 找不到的立委 每天只關心政治議題 在立法院拖去演出 大家占民意 都要出來投票 民進黨不要因為意識形態 支持陳柏惟 攻擊國民黨 顏寬不用講了 說是義工身份 陳柏惟當選後 並沒有落實服務 網路宣傳做節目 真厲害 但當選後 無心服務地方 讓地方民眾找不到 看起來陳柏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讓人找不到 只看到你在電視上作秀 在立法院作秀 做節目的時候 很厲害 看起來只有這樣 那照理來說 如果張啟臣 趙少康 朱立倫 張亞中 顏寬恒 加國民黨這麼多的立委 每天開記者會 每天罵他 那好像應該 成功機率很高吧 很高吧 來 我帶你看看 這些相關的資料 根據選霸法 注意哈 台中中二選區 有沒有中二選區的朋友啊 有的話幫我加一一下 好不好 我蠻好奇的 我們有沒有線上觀眾朋友 在3Q這件事情上面 你是有投票權的 你是有投票權的 好不好 幫我打個加一 如果你是 中二選區的選民 當時投票 你是投給顏寬恒 結果起咬的事 讓陳柏惟這種人 當上立委 在立法院胡搞瞎搞的 麻煩幫我加一 我很好奇 好不好我很好奇 來 選辦法規定喔 罷免 要通過 有效票 要大於 有效同意票 要大於 廢話 重點是第二個 而且同意票數 要達到原選區 注意喔 選舉人數的四分之以上 也就是25%以上 今天如果 這個 陳惠文 罷免陳惠文 結果 投的人 這個 投同意的 有100個 投不同意的 只有50個 150 陳惠文罷掉了 對不起沒有 因為 總共出來投票的人 沒有達到選舉人數 四分之一 就算 同意的 比不同意的多 他一樣不會被罷免掉 所以 這是什麼 叫你出來投票啦 不然他們下去幹嘛 不然張啟臣 趙少康 朱立倫 嚴寬恆 動起來幹嘛 只要比你多我就贏啊 那就2比1 我也是贏啊 兩票對一票我也是贏啊 不是 要達到四分之一的門檻 25% 25%是多少票 我算給你看 在2020年喔 嚴寬恆跟這個 陳柏惟選的那一次 在中二選區 選舉人數是 291122人 四分之一 多一點 罷免的門檻 要有72781個人出來投票 然後這72781個人裡面 還必須要 同意罷免的高於 不同意罷免的 這樣你懂了啦 這樣你懂了齁 所以重點我們要先看的是 總票數 這個地區的選舉人 總共有幾票 先算出他的四分之一是多少 然後在這四分之一裡面 要罷掉陳柏惟的 得多於 反對 罷掉陳柏惟的 好 請記住這個數字 叫25% 超過25% 大概就罷了掉 那現在的狀況到底如何呢 我給你看一份 據說是國民黨內部的民調 當然 這一段時間 確實罷免陳柏惟 3Q的聲量有比較高 但有高到一定穩了嗎 穩不穩欸 好像沒有 來 7月底的時候 根據國民黨做的民調 罷免案 支持罷免案的 大概是18%左右 就是從 他們從這個調查人數去推 去推票數 去推在29萬人裡面 會出來投票的7萬多人裡面 有多少人 會 同意罷免 同意罷免 大概是18% 他們算起來大概 能夠拿到 全部出來投票人裡面的18% 然後 到了9月份 顏寬恒出手 加上陳柏惟可能有太多 令人討厭的 這個消息 這個 大概上升到27% 從18變成27啦 那我剛剛說 要多少 25嘛 當然這個算法 我們不去細就 我們就看數字就好 算法有點複雜 國民黨的這個 內部民調 他的算法不是 直接 用問的 他是 問完以後 再去換成 支持度 這個有點複雜 我們就姑且不論 好不好 我們就只看數字就好 反正我是要25%的調 那國民黨7月推算出來 是18 現在27 那你覺得27跟25差多少 這個算法很複雜 你不管那麼多了 你就看數字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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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你就看數字就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